来 什么事情心情这么好呀 朕是想到回到上京之后啊 就可以给你办 烽火大典了 想到事情都走上正轨 其实一开始啊 朕就想好了 要封你做皇后了 只不过那会儿 今天今说时机不对 所以暂时封了贵妃而已 燕燕 朕 已经决定了 要与你共享大辽的万里江山 朕要让全天下人都知道 你是朕的皇后 自从有了你之后 朕才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朕有一个倾诉的对象 也是因为有了你之后 朕才很清楚 自己的内心 多了一份安宁 最后是喝的 我会让你吃过 那是什么我 在深厚的颜色 我会常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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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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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以身交天下 恩节民心 程厚德能储尊位 助中司已成皇命 受其预策 已告四方 谢主上 皇后起来吧 群臣恭贺 皇后 皇后 皇后千岁 众亲平身 谢皇后 请说了吗 上京刚刚办完封后大殿 那场面可真是 那场面可真是 据说啊 纸黄金就赏得近百两 这刚封为贵妃也没多久就封后了 可真是受宠啊 那是 主上对她 可不是一般的宠啊 毕竟 这皇后是宰相府的前进 身份不一样 也不知这皇后喜欢什么 否则你我二人运点齐货过去 不也发财了吗 那可不 来 喝酒 来 吃菜 吃菜 来 来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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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不会是有喜了吧 娘娘这个月的月姓似乎迟了 我去找狄里姑过来 主上驾到 狄里姑 这是怎么了 恭喜主上 娘娘怀有身孕 已经两个月了 有身孕了 昏儿 在 将这个喜讯照告天下 朕要普天同庆 是 主上 朕要做父亲了 皇后怀孕 我们要很多事情要注意 皇后的饮食格外重要 狄里姑 主上 朕给你一个差事 你务必要让皇后 健健康康地生下皇子 主上 这 你就放心吧 还有 皇后身边侍奉的人 要严格筛选 千万不能有不轨之人 昏儿 这件事交给你 如有任何疏漏 朕唯你试问 奴才一定会拼了命地 保护好皇上 皇后和小皇子的 对了 斯文在下应该还不知道吧 可能还没有接到消息 赶紧派人通知他 朕告诉你们 这桩喜事 这样要好好的办 灯 好 你 你